今天來到花蓮星巴克回蘭門市 也就是著名的打卡景點 白色貨櫃屋星巴克 來喝12月7日聖誕季推出 不是紅絲襪的紅絲絨風味系列飲品 分別是紅絲絨風味燕麥奶納提 和紅絲絨風味燕麥奶新冰樂 先來喝粉紅色的新冰樂 這個紅絲絨味道感覺是糖霜比例很高的巧克力 而上面的紅絲絨餅乾碎粒 我覺得口感和味道都很像巧克力米 它不是脆脆的那種餅乾 根據谷歌紅絲絨蛋糕是美國經典 是聖誕節等節慶的食物 顏色是來自帶有花青素的可可粉 遇到酸性物質轉變而成 又是空中夜譚長知識時間 再來喝紅絲絨燕麥奶納提 這款主要還是燕麥咖啡的味道 我點少冰所以有補奶 跟剛剛甜甜的新冰樂相比 多了咖啡的苦味 顏色帶有一點紅 紅絲絨風味甜醬會沉澱在下面 要攪拌一下 最後給大家看一下貨櫃屋二樓玻璃 看出去是停車場和山景 本來想在山景前面拍 結果大逆光 這兩款我比較喜歡納提 如果你愛喝巧克力新冰樂 那你應該也會愛紅絲絨新冰樂 最後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以及留下你的心的喔 大家掰掰 掰掰 拜拜